你是俄羅斯人的名字 我是俄羅斯人 我收到了一個短信 但我不知道這個毛字是什麼意思 毛字是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個名字 毛字是名字嗎 對 應該就是稱呼 我說我叫你先生 應該是一個稱呼 謝謝 是名字 可能他叫你毛字 不是我的名字 能不能解釋 給我解釋一下 毛字 這個我還真不知道怎麼解釋 這個可能是 你或者是他對你的一種 這個我不清楚 這我不好意思 不好解釋 不是 我的名字不是毛字 你是俄羅斯人 對 那可能就是像外國人吧 就是毛字的意思 沒有什麼不好意思 沒有 就是說你是外國人 是外國人 是外國人 知道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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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明白毛字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OK 謝謝 如果這個不認識的話 你就不要離婚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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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清楚他跟你說什麼意思 因為你們倆之間的事情 我搞不清楚 不能給我解釋一下 我剛學習中文不明白 看不到毛字 我問他 他就是鑽尼 他就是鑽尼 毛字應該是指的是你 我 但是我名字不是毛字 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 好的不好的我不知道 這個應該沒啥意思 應該沒啥意思 它只是一種簡稱 好 謝謝 走了 我們走了 俄羅斯人 我們一些老輩 老一輩叫毛子 老毛子 老一輩 好的不好的 可以 你想問問毛子 對 是什麼 好的還是不好的 毛子就是中國人 特別是東北三省和山東 對俄羅斯人的一個統稱 就叫毛子 知道了 知道了 這個沒有貶義的意思 謝謝 不是罵人的話 謝謝您 謝謝您 放棄了 謝謝 我知道什麼意思 但是如果我告訴你 你別生氣 是不好的意思 還可以一點點 那我不生氣 那我不生氣 不生氣 好 因為毛子就是因為你有很多毛子 所以我們叫你們毛子 我們有很多毛子 你們有很多毛子 好 謝謝 請問這裡面有電影嗎 有 好 謝謝阿姨 微信公眾號搜索大樹君 回覆節目 收看更多原創社會實驗